你们都听说了吗 电视机就要下岗了 以后我们农村人在家看电视看电影 不需要电视机 也不需要手机了 因为在我的身后 浙江的杭州 有一个00后的研究生 历见了8年的时间 研发了一款看电视的新产品 据说只有手掌大小 央视卫视地方台随便看 不需要会员 不需要VIP 不用另外缴费 才能达到20寸到200寸 随意去放大缩小的一个效果 我也是非常的好奇 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新产品呢 跟随脚步 我带你们一探究竟 你好 请问你就是贵公司负责人是不是 对是我 来 麻烦接一下麦 方便我们沟通 好的 我们是专程过来 想要了解一下贵公司研究一个新产品 听说是能把电视机都淘汰了 看电视啥的 不用电视机 叫八掌大小的电视宝 没错 你说的正是咱们公司新研发的电视宝产品 这个就是 对 就是它 它正是跟宣传一样只有八掌大小 是不是特别方便 是特别特别方便 你这个我看了一圈 它没有屏幕 这怎么看 咱们这个它是完全不需要屏幕 它是直接把影像投放出来 投放啊 对啊 那不白来了吗 就是个投影仪呗 你别看它投放跟投影仪 那它其实是有区别的 这有什么区别呢 你像那些传统老式投影 是不是得连手机 连电脑插U盘 把那些存放好的影像 放到里面才能看 对不对 那肯定是的 对啊 像咱们这个机器就不需要了 因为我们内置了几顶盒 内置几顶盒 是的 就是电视电影 你随便看 最重要一点 会员VIP都不要了 免费观看 就是它免费观看 对啊 我就不用另外再花钱去交了 完全不需要了 机顶盒全你省了 都帮你省掉啊 你这么小有这么厉害 当然有啊 看看它的效果 我不相信 想看效果是不是 是啊 没问题 正好今天我们有个安装好的 正在投放 这就是啊 对 就是它 我刚刚就看见了 我还有一位夜镜电视呢 是不是特别的清晰 是特别特别清晰 因为咱们这个它达到了个4K超清 哦 4K啊 对的 难怪这么清楚 但是我好像看你这个画面 好像比我家电视机要大好多 啊 因为我们这投放到了个100寸 100寸啊 对啊 像你家电视机估计也就60或者70寸吧 啊 60寸的 是不是 像我这个最大还能放到200寸的 就是20到200寸这个画面啊 你随意去投放 自由调节 想投多大呢 就投多大啊 那我有了 他的电影院都不用再去了 不需要啊 在家享受高清大屏电影啊 啊 那你这块真挺好了 打破了我对传统头 你就会认知传统头 也才白天看不了 对啊 像这个还能投这么大 还能这么清晰 是的 没错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像传统头 它是不是得固定啊 对啊 是啊 像咱们这个机器啊 就是你拿回家里 放在客厅 卧室桌子 查几 你想放哪里就放那里 想在那看就在哪里看 那你这个使用会不会很复杂 使用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呀 我给你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遥控器啊 我们遥控器升级了 我们遥控器有个按键 叫AI智能云按键 这什么东西是 就是你按着这个按键 直接说话 你就能操作了 说话就行 对啊 平时爱不看电影啊 看呢 来我们试一个啊 成龙的电影 哦 这说话就一秒钟前放过去了哈 对的 反应是不是非常迅速 一秒钟就给你找到你想看的 那确实是 这功能挺好用的 老龙小孩子对他一说话就行 不用担心 不会操作 不会使用 不会打字的问题了 完全不用担心不会用啊 那你这样子啊 我我我感觉你这个机器挺好的 我想带他给我爸回去用一用 用好了 我可以给你宣传 可以啊 就是价格方面会很贵的 嗯 价格你不用担心啊